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爆料 元神,数值膨胀 灵命重击20万 存活体系进程龙肝上位 灵灵硬痕攻略 我的天哪 那么作为提瓦特第三位火攻 灵力的强度到底如何 是否值得出去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呢 本期我们将从定位技能机制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灵力的定位 灵力的定位是半对群半对单 半爆发半将场的火C 在灵力的流程里 有一般的伤害是瞬间爆发的对群伤害 剩下的则是蓄力弓以及招换武的对单伤害 上火频率都要 输出需要的时间短 主打存活体系 不要吃专武和斑尼特 命座只推荐一命和买命 其余命座提升较而平滑 接下来来介绍灵力的技能 灵力是主要依靠元素爆发和元素战技的伤害 来打对群爆发 通过蓄力攻击给元素战技叠层数 并提供持续对单输出 普通攻击破牌意味是 灵力的蓄力攻击可以进行两段蓄力发射魔术剑 把魔术剑在命中火火生成怪笑猫猫猫 嘲讽周围敌人 同时进行灵力一部分生命值 在摧毁时发射里花弹 命中敌人造成伤害 灵力的蓄力攻击和甘雨天安里一样 都是需要二段蓄力 但灵力大细节体验方便不是特别舒服 毕竟是对单 而且没有速舍 相关角色素质比较如下 在同样吃满拐的情况下 灵力的伤害并没有高出 吃到天赋1的甘雨期望 且甘雨射敌的伤害 第二段蓄范围伤害 对比天安里的速舍 大概也就是天安里射三次 灵力射一次的程度 只是看蓄力射击并没有特别底谱 灵力的蓄力射击的理由是打伤害 以为他提供元素战技的陈数 以及整个队伍刚好有这个时间 给他打了三次蓄力攻击 而且蓄力攻击还可以和元素战技联动 如果灵力在发射魔术线时 生命值大于60% 则会扣出灵力百分大使生命值 获得一层提供元素战技使用的隐具陈数 如果这次蓄力攻击损失了生命值 那么灵力的天赋1 还可以让这次李花旦的基础倍率提高80% 同时恢复灵力三点能量 最后蓄力攻击能产生一次盲性攻击 可以和风单环性与元魔机制互动 同时就有一并伤害 然后是元素战技炫火光吸法 灵力的元素战技可以瞬间造成一次范围伤害 其根据已有的隐具陈数 正能对应陈数的额外伤害 同时恢复灵力生命值 这个元素战技还会引爆场上已有的怪笑猫猫猫 造成失为重息伤害 与李花旦倍率相同的重息伤害 冷却时间15秒 可以瞬间产生5个火元素威力 十分强力 但需要强调的是 灵力不打虚拟 这大QE速切的情况下 元素战技伤害会从4成的152358 掉到1成的88359 所以在元素爆发提供一层隐具陈数的情况下 灵命射3-14层 一命射3-15层是比较合理的手法 并且灵力的元素战技引爆的李花旦 是可以吃到天赋1的 但元素爆发生成李花旦 不会吃到天赋1的80%伤害 所以在输出手法上 我们先开启元素爆发 吃上三线的回能量 最后引爆可以吃到天赋1下降李花旦 接着是元素爆发 大魔术灵气巡游 让灵力变成怪笑猫猫猫 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一次范围伤害 同时标记敌人 在灵力退出怪笑猫猫状态时 会再次造成一次范围伤害 同时获得一层隐具陈数 并召唤一个怪笑猫猫 在怪笑猫猫状态下 灵力的1会变成退出状态的按钮 并不是释放灵力本来的元素战技 所以开启大战后 其灵力马按1退出状态 总体来看 灵力的伤害构成为 三次魔术线 加一次不科学的李花旦 加两次科学李花旦 构成的对单伤害 普攻方面 算一次茫伤害的 12180 就是562009 占比55.38% 元素爆发两段 加一次四层的元素战技 加一次引爆科学李花旦的范围伤害 占比44.62% 在还算可观的倍率下 灵力的元素爆发 只有去修60能量 15秒冷却的时间 且不需要像元素战技一样叠成 可以说是技能机制 十分不错的瞬间爆发机灯 而灵力的天风 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灵力三命中头上有火元素的敌电视 获得60%的火元素伤害下沉 同时根据自己对立 其他火元素角色数量 每个角色额为灵力 提供20%火元素伤害下沉 注意都达到100% 相当于让灵力打存火时 能够拥有打反应差不多的伤害 蒸发融化 因为考虑到覆盖力的问题 其实总伤害提升 并不一定比这个天风阿高 100%的火元素加沉 比两个杯子的46.6% 乘亚等于93.2%还要高 是一个很离谱的天赋 而在挂火上 元素战机与元素爆发的两段伤害 都是高贵的独立挂火 但需要注意的是 元素战机引爆了李花旦 与重袭李花旦是同一个附着CD 并不是独立附着的 那么灵力的输出手法就忽视欲出了 首先开启元素爆发 然后按1协助 然后开启三次蓄力攻击 这三次魔术线伤害 与两次能够知道天赋1的李花旦伤害 最后用元素战机造成伤害 并引爆怪像猫猫 总共输出时间蓄了3次一共6秒 将QE的动画和动作时间大概3秒 一共9秒左右 那当然还有一种先蓄力三次 最后QE的手法 这样可以让元素爆发 制造主引四线套的加成 但这样引爆的范围伤害 李花旦伤害就会少一些 同时天赋1一共回复9点能量 没法很好的利用 所以不太推荐 而在携带中离的情况下 因而霸体时间比较长 所以也可以在0命射四件 但操作不是特别快的话 事前的时间可能让最后的元素战机 以及引爆的李花旦 吃不到班林特大招的buff 所以并不是特别推荐 那么讲了队伍循环 我们先来看见宁依的充能循环 宁依元素爆发只有60能量 虽然天赋1的9能量 一共只需要51能量寄个充脉 在这种情况下 元素战机的5球战场之 班林特的3球后台之 加上班林特给宁依打2次1的球 5×3加6×3加3×3×0.8 等于4隧别R能量 加上迪西亚的元素战机残球 以及万宁的西风西复式 宁依可以稍微轻松的充满能量 具体队伍收法为班林特开打 幻眼1AQ 低下1 林尼Q接三续的1 班特1 林尼吃球 幻眼1 班林特1 林尼吃球 班林特开打循环 那如果你是带中立的手法 就需要把低下的位置 换到班林特开打前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推荐 林尼的配对了 首先我们最推荐携带上班林特 那么在无视班林特的 双火与中石套带来的影响 只看865技术攻击力 满命满配班林特自身提供的攻击力 与满命增伤区的情况下 不带班林特会直接损失34%左右的输出 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是蜂元素角色的选择 可以发现万叶加蜂桃 对比其他蜂系角色带蜂桃 伤害只掉13% 由于在不考虑万叶稳定哭火的情况下 林尼是可以考虑温迪或者林尼特的 但实际上还是最推荐万叶 比较万叶的极致 依旧是蜂系角色中最强了 但温迪可以回能轻杂兵 林尼特是四星可以降成本 甚至可以带早有型等角色来增加回血量 更加方便触发魔术件的扣血交股 具体带什么根据数值差距选择即可 最后是钟离迪夏以及其余盾角色的选择 不难发现 在懈怠专五大魔术的时候 同时带千岩或者正常生意物的迪夏和钟离 就算让钟离默认千岩一直触发 也是比迪夏差了2%左右 带潘岩之洁星则会超过迪夏 而在费类弓的情况下 钟离就比迪夏强了1.7% 但这都是可以忽略的数值差距 白猪赛事里的表现中规中矩 正常情况下 宁力白猪不可能去对心痛 烧血伤害并不是很乐观 但对于维持火底有一定的帮助 未来可能有冰箱离修用到就是机制来融化 但对我的格子的数量是一个大问题 阿其余盾来一拉借四星盾角色的伤害 与钟离的差距基本是一样的 有点输出 但不太能够弥补远近距离钟离的八碗伤害差距 不是特别推险的 要是你没有迪夏 钟离又给了另一遍 那就考虑戴琪亮亮吧 当然未来出火白猪也不是没有可能性 但影音的未来应该是走向维持火底 让冰C在不影响火底的情况下融化这个路子了 这个后面会讲到暂时按不下表 接下来进入培养建议 再讲到剩余武武器之前 考虑到各位天赋书等资源不够 这里我们给大家计算了角色与天赋等级 对于001伤害的影响 首先可以看到001-81期与90期对比 这里需要171本紫色经验书生买 也就在28次地买花 伤害提升5%等于三个双爆失调 如果各位觉得171本紫色经验书值得5%的提升 就可以升满 如果不折 这可以在80期突破或者8417停下 而在90期情况下 观察8比8比8天赋与10比10比10天赋控制变量差距 可以发现优先升期普攻的满机提升是最大的 有7.5%提升 而全部升满机有12%提升 各位可以根据需要的天赋书与周本材料数量来酌心考虑 好 那么接下来进入圣衣物收椅环节 圣衣物无脑选的竹影4与火伤杯 考虑到竹影4是新圣衣物 这里也给大家计算如果刷出竹影攻系杯能不能用的对比 可以发现在杯子多少三条爆伤一共19跟8的情况下 攻系杯与火伤杯的伤害接近相同 如果刷出了好多攻系杯可以先凑用着 其余圣衣物优先选择杜佛与阿加阿 而在阿加阿里面 两魔女两攻系大约有两攻系给两攻系 大约有两竹影两魔女 但都是微小的差距 属于升哪个4个号但哪个的程度 而花海4因为两件套没有有效4个号所以不推险 陈查4理论与度火相同 但实际伤害并没有这么高 各位不必执着陈查4 过度先使用阿加阿即可 最后月团4因为指压重极的增伤程序 所以不太推险并不是特别耗用 而在携带竹影4000号加携带暴剧于5系之 浮石药要注意爆伤大约百分比攻击力大于暴剧率 在猎人激进等暴剧率很高的武器的情况下 暴剧率甚至成为来溢出的无效词条 在携带非暴剧率武器时 浮石药的暴剧率最好不要超过词条 以至33% 在这种情况下 33加阿4.2加36等于93.2 在这样深渊的牌子buff就溢出了 所以以后尽量不要太多 但也不要太少 最好的双暴配比为92比200以上 同时西域浮石药最好全是攻击力和一些冲门 然后是武器推荐 以下是邻里使用所有武器的计算数据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而在主引四行光下 大魔术大于弱水 大于东西 大于飞雷 大于天空阿姆斯 猎人之境不是特别合适 不考虑 而四行武器里面 优先选择金武的大月卡弓立扬之四 而精英的大月卡弓 与触发后的四座弹月无不开 锻造武器给优先选择金武的四座 实战手法无法命中弱点 可以考虑新的锻造弓静谜之取 黑炎战功的理论上限非常高 是东西白星的水平 但是实战要消灭敌人叠层 实在不是特别好用 而在两魔女两追忆的情况下 大魔术大于东西白星 大于弱水 等于猎人之境 大于天空 大于阿姆斯 而在四行武器里 仍然推荐选择利昂与四座 黑炎功与机密之血 看情况选择即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宁宁的命座提升 宁宁宁宁宁的意义在于 可以让引爆核子 以及元素战机的层数多一个 宁宁元素战机引爆的层数上限是五层 宁宁大招出一层 蓄力三次三层 一共四层 如果多射一次 可能会少知道拜妮特大招 也就是精明的心算师 在这里告诉你 想要打满仪就抽伊敏 所以伊敏对于伤害和机制的提升都很不错 如果存从强度来考虑 建议优先伊敏 但魔术式的外观独义份 而且搭系的加速能力 只能依靠自己的深渊时间占比来选择了 二敏 因为需要时间叠词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简单初步的60%爆伤 在实际分段伤害之二敏的计算中 我们发现实战时 二敏的总提升 比持两层40%爆伤提升多1% 由于是默认可以当作两层的提升来计算 对比零敏一共提升26%左右 零到鱼一到二的数值提升差距差不多的 再用机制上来说要更重要一些 而三敏增加的普通攻击等级就非常用了 提升15% 比二敏还要高一些 四敏减康的提升也42%左右 因为抗险被风套降到01以下 若50%火抗了敌人 如生害受火烈了 则这个提升还要高一些 五敏一会加大早等级 所以对于总伤害的提升并不是那么明显 而六敏相当于发射魔术线时 额外释出一线与魔术线总伤害差不多的蚁花蛋 最注意的是 满命的额外蚁花蛋 正在001为原星的一定范围内跟踪 并无分像天爱01满命那样 以命中位置为原星跟踪 所以对于大吸载超远距离射击会有造成一定影响 但不会影响深渊共虑 而灵灵满命后装舞惊艳一次的提升为百分之三点八四暗五 大家可以根据经验的提升来选择是否抽取满金 总的来说灵灵是一个伤害非常不错的土C 但因为急需离弓手感以及命座无数色问题 可能对一些玩不太习惯的玩家不太友好 但伤害确实非常非常高 灵灵的整个呸队伤害与手感 玩起来更加像是加了润化剂的龙肝 或者不需要双扩散的万达 队伍里充能起来也比较方便 并且打雷鹰时也让万叶班尼特扩散出火给灵灵虾buff 流程十分合理 非常适合差别党们抽取 但本身因为比较绑定班尼特 有条件性让给万叶 导致老玩家们已经散完雷鼓万达涌动等队伍的情况下 会被灵虾枪的队友 所以老玩家们可以着心考虑跳过 最后在万叶之路看到萌新玩家 要是觉得自己耗赏并没有一个合格的主C 或者想要一个强力的火C 又可以接受灵虾的蓄力弓箭输出手法的 就十分推荐抽取灵虾 避嫌素质百三爱里 也不需要看元素反应这些东西 所以相对而言简单一些 好那么以上就灵虾公园的全部能了